今天拿着我家的狗狗还急于找拱钩 主要就是证明 这一国的右拳是用这只拱钩赛季灯配 配钩的时候我把食品掐了 因为平台说低俗 又是拍摄角度不大 反正是好多问题吧 今天这个食品可是没有什么低俗的行为 如果这次还不推入的话 以后都不再玩抖音了 看看平台人家发的食品 如果播放量即时即别的话 你再低俗它都不关你 只要播放量国外的话 平台就会严格深刻 就跟我们去银行村县一样 村里少了它不打理你 只要你村里多 它就会追查你这天的来源是从哪里挣来的 再都银行发食品是一样道理 通过这几个月发的食品 我是真真贴贴感受到了平台的良心用户 越说越上火 不玩吧 长口扬起来了 你玩吧 它算你这算你哪 播放量一高 它就打击你 所以想问抖音的朋友们 我劝人 该上边上边 该打工打工 不要一心扑在抖音上 抖音的钱不是那么好整 昨天晚上我删了四十多个食品 只要你说围鬼 我就删除了 我就是想看看 今天这个食品 会不会是敌俗围鬼 好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